再来关心到南投今天也新增了一例 而最新的足迹曝光了 其中要比较担心的是 他有几次是跟同行的朋友吃饭 另外呢外国倒是有四个休息站 现在也成了足迹的遍布的痕迹之一 所以说有经过附近的朋友要当心留意了 再来还要关心到的是 说谓好山好水的花莲零确诊破功了 今天指挥中心公布 花莲新增了三例 花莲县府随后也召开记者会 现场许正伟一连强调三次 这三例都是境外一路 所谓的境外 这现在不是讲国外了 是指说从别的地方 别的县市移到花莲 他是在匡列不积极的情况之下 才让这些在双北工作的花莲人 他们回到了家乡成为了确诊者 我们来听许正伟的说法 我想很遗憾的是 刚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两点的记者会 对于花莲有三位确诊 确诊的案例在这里 正为要跟花莲县所有的乡亲 所有亲爱的家人来报告 这三个确诊案例都是境外移入 都是境外移入 再一次 都是境外移入 都是我们花莲在外就业就学 从双北返乡回来的我们的家人 在应该被通知被匡列 而在不激情的情况下 回到了花莲来跟家人来相聚 所以这是正伟非常非常难过 也非常非常心痛的地方 难过的是他应该被通知 但是在外地应该先被通知被匡列 而没有被通知匡列 所以在这里正为 第一个还有几件事情 要拜托大家就是 因为已经有三个 我们的境外移入的案例 有三个境外移入的案例 所以我们要做更加更加延时 而且防疫要更加的到位 专华县政府今天宣布确诊案例 再参加四个人 除了有三个人还是跟所谓的葡萄盘商 还有歌唱班的传播链有关 另外有一个人是从北部返回彰化后 确诊的大学生 这是一个单一个案 而葡萄歌唱班染疫链 累计已经有62人 另外也要拜托大家 因为这个彰化县政府 现在在找一辆车 我先讲它的车号 大家知道2762RM 这是一个Toyota的银色车辆 为什么呢 这是卫生局长 叶燕博公布的这样一个车号 他说他怕担心这个车的主人 会拓展出一条传播链 他是一个确诊者歌唱班成员 是一个果园工作者 载过他的司机也确诊 现在很紧急地在寻找说 搭过这辆车的民众 那昨天到今天早上我们公布一个新足迹 就刚才县长特别提到 就是一台车号是2762RM的一辆 Toyota Wish的银色的车 这台车它实际上是个农物用的工作车 那我们发现歌唱班里面有一个成员 他是果园里面的工作者 那他坐这台车的时候 司机已经被确诊感染了 司机已经被确诊感染了 但因为这台车 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匡列的一些农物工作址之外 还有其他的人曾经坐过这台车 那因为这些人目前还无法 在很短的时间我们把它找出来 所以我们这次把它列入足迹 那这边有写到是在什么地方 比如是在西湖 在浦兴 这些地方它这个车辆 它的路线跟这个搭车的地方 所以也请民众大家一起注意 如果有事从事这个果园工作的 你刚好搭载这台车 请你立刻跟我们联络 这些人都应该在第一时间 做隔离跟裁检 当然你要注意 这个时间是在5月12的中午12点到12点15 那另外一次是分别在5月12到5月14的两个时段 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些足迹 如果你有坐到这台车 那请跟我们联络 要立刻做隔离跟裁检 请看下一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